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人果然狼性,深圳福田荔枝公园一共栽种了589棵荔枝树,6月以来果实陆续成熟,许多民众不顾法条和安全,跑到树下疯狂抢摘荔枝,脱续的行为已造成5人受伤。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,公园里树木离地面较近的地方,荔枝都已经被摘得所剩无几,只剩下高处还有令人垂涎的果实,于是民众开始用各种方法取得荔枝,有人大力摇树,还有人直接爬树,一些路人甚至拿起手边的宝特瓶,树枝等物品直接往上丢,希望能把荔枝打下来。 当地民众年龄不分老少,其心协力哄抢荔枝,但过程中总是会发生危险,今年已经有5人因此受伤,除了爬树直接掉下来之外,还有人被树枝砸伤。 同时,荔枝树也被摧残的遍体鳞伤,更别提附近的花草都被践踏得难以复原。 荔枝公园为此聘估35名报案,白天有20多人值班,晚上也有8人巡查公园,但根本无法阻止民众抢摘荔枝的风气,这边赶走了人,那边又有民众爬到树上,完全防不胜防。 有深圳市民表示,公园的树木本来就是公共的,过时也是大家的,不应该阻止民众摘取,但根据深圳的环境管理条例来看,白纸黑字就写住禁止攀摘公共树木的枝叶花果,为者可罚50人民币,约新台币234元,以上,200人民币,约新台币939元,以下罚款。